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青子》和季凌晨分手 马思纯和欧豪分手 杨子和秦俊杰分手 让广大吃瓜群众捏了一把汗 更是祈祷张若云和唐一新要挺住 不然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但还好被网友爆料 两人已经秘密领证 甜蜜着呢 原来最高级的撒狗粮 就是三十岁前娶你回家 看青子等了八年都没能等到季凌晨 在他三十岁前把他娶回家 但是张若云做到了 想必也是真的爱唐一新 小编也在此送祝福了 至于唐一新没有送上生日祝福 肯定是当天在为张若云庆祝生日了 人家可是忙着呢 张若云对唐一新的宠爱也是满级的 小编记得在一次采访中 唐一新说道 每次吵架 自己说分手 张若云都会说 我给你写诗吧 然后唐一新就会被哄好了 唐一新也真是恋爱中的小女生 怪不得张若云这么宠着她呢 虽然八月那么多对娱乐圈情侣都分手了 小编也不相信张若云和唐一新分手 希望网友也多多关注演员作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评订阅 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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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